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到科学新知的时间了 今天这个题目是我自己都觉得 颇大的挑战性 原因就是当年我在中国读的时候 生物学 植物学 对我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因为里面看清的东西 我看完之后立刻记不住 你现在让我去看 我觉得你跟我去看 沙士比亚小说 没有分别 沙士比亚小说 为何会那么难去理解 因为对花的构造 或者繁殖的情况 和动物是很不同的 都会是 你可以说是相对简单 但是当你一想到 那些起源的问题 其实就可以很困难 你知道读生物学 就是随便一样东西都可以 很多类型都可以 对我来说是一堆名词 还有一样东西 这个种类 是繁複到你 我告诉你 为何我会知道 因为我现在又回来 我在泰智高比 在花旅行我来 我每天看花名 那些我都记不住 那些都未到学名阶段 那些还在市场 是什么满天星 他在英文有个名字 甚至没有学名 他有时候真的有些学名 因为我看到那些姜丁人 是拉丁文 我看完之后 一分钟之后 你又全部都忘记了 那对花的构造 事实上是 我近年是一个相当有趣的题目 有趣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万不经议 走过香港的市区 甚至是郊区 其实香港原来的品种相当多 也拜植物地政府所持 我们种的植物 那种类是相当之 跨度相当大 你知道去一去加拿大 我去年去 你见过那张照片 我就硬去冰箭雪地 是所有籍都一样 是所有都是同一类树 但香港这个就不同了 所以看完之后 我曾经一段时间 我发现很有兴趣 我们去看看花位 它在那个进化的过程 是如何 但原来我们一查 这个科学的一些 通俗的报道 原来对于植物的 进化过程 我们理解 软比动物为低 这个背后 有它的科学技术原因 不仅仅在背后 不仅仅是植物 基本上 如果很有系统地 开始去对一些 物种进行 就是那个演化 去做一些追踪研究 真的在说 这二十多三十年 近年的时候 我们今天都会花 比较多篇幅 讲一下最新的 DNA分析 我们很快就讲 现在在一个科学的报道上 我们看到全世界 在地球历史上 第一朵花 世界上第一朵花 第一朵花 第一朵花是怎样的 你不要理解 第一朵花和研究花 其实是有点不同的 但是你还没说 这个之前 我也要提一提 比如说近这二十年 基因的研究的发展 其中一件事 大家在日常都会做 例如你有没有喝葡萄酒 红酒 以前喝红酒 例如我们当时有说 有Mereaux Theraz 有Capit Sauvignon 以前是靠过厚的美国 专家的未来去测试 是哪一只葡萄酒 当然这个 普通人不可以做 他说哪一只就是哪一只 但是近年就不是 可以透过一只提子的基因 去告诉你 这是什么葡萄酒 这个也是基因的研究 发展导致到我们 一个比较科学化的角度 去看一些 走 他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用到基因来说 这就是最终极的了 最终极的了 即是你不可以怀疑他 是的 即是美国的感官 始终是一个主观的感官 会握到 会被骗的 是的 在这里有些可以再补充一下 那刚才台长有提到 就是说呢 在动物界里面 做一些动物的演化 甚至说 微生物里面更加多 即那些演化研究 相对比较多 但植物呢 我们就相对 好像比较少 即我其实都还未探究 是因为我了解少 还是因为 其实我们真的做得少 即我不可以亂去自评 但我又会觉得 这个听起来真的很简洁的题目 世界上第一朵花 那其实原来里面 牵涉到的 即技术分析的要求不简单 其中一个大家都理解得到的 就是说 动物呢 或者你说细菌 我们很容易拿到的sample 就是担着你 是不是要研究古时的细菌 如果你说在今时今日 研究我们身边的微生物 细菌 我们很容易拿到sample 另外动物 你如果是比较古旧的动物 我们以前很多 曾经很多个礼拜的节目 有提过 就是说那些古人类 或者 就是 直接去到 就是古人类 那牙上面 那些食物残渣的DNA 就是说这些 是和动物相关的一些 有些软组织留下的那些 就相对就是因为 它比较容易留下的样本 所以我们今时今日 都可以去分析得到 但是譬如说 花植物这些 很多时候就是 不是那么容易留下的sample 在那裏 就算有化石 那 不是那么容易留下的 另外就是说 有没有一些机制 比较可以留下的sample 那其实很可能 又要靠动物去帮忙 可能又将它吃了浪土 那欠罪你又吃到的 那些就留下 有些吃不到的 就留下 就留下 那正如 好像其他那些 基因研究所说 我们很喜欢去问一个问题 就是共同祖先 在哪裏 那人类和尼昂德塔 人类共同祖先 或者再和其他的人缘 再早些的 哺乳类动物 有共同祖先 那你一样可以用植物去问 这种花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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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对花 其实花是性器官 那会不会 其实花囊有个共同祖先 或者植物去到某一个位置 或者其实 这里再问 就是问一个technical 一些问题 因为讲得花是性器官 这件事 不是纯粹拿来开玩笑 就是因为它正正就是 这一个 两性繁殖之起源 差不多 但是性器官 整个重点 不是刚才我们讲的 一对花 就是说 两性起源 我们能否找到 在那个生物界里面 是的 一个最原始的 这个 最 你说最当初 可能它的单细胞生物 你如果讲到阿米巴原虫 会自己分裂 是不是 有很多 我现在看到一些 比较简单的浮游生物 可能是自己分裂出来 那就算了 那最后出来 和它上一代一模一样 那 跟着再有一些 可能是 复杂多一点点 但是 你看到现在 花差不多就是 说到就是说 它是 一个不知什么的机制之下 它会演化到一种就是 将自己的基因 拆开两拳 然后再和别人去重组 这种过程 然后就 甚至乎 用一些硬件 变成一个机制 去令它 可以令到这种 交换基因的过程 可以是 稳定 那如果 你刚才说的就是说 我们去定义 那个 繁殖 其中一个要素 就是基因的交换 是的 是的 那我们就可能 都会用过一些 很笼统的 一些 论具去讲 有些植物 竟然发展到一个 这样的方法之后 竟然就是 基因多样性多了很多 于是乎 就更加可以 去适应到这个环境 那你刚才说的 都是在进化论里面 其中一个要点 就是所谓 適体生存 Random Mutation 它没有一个特定的 有意图 只不过就是 它在自然界面 它的基因会 不断受到不同的原因 而改变 刚刚 这个jackpot 起到一个 有两性 是的 如果真的要这样的解释 你会觉得 可不可以再仔细一些研究 至少你可不可以 建立到一些方法 去告诉别人 你这个 甚至重组的过程 但是譬如 你说对于有些 有些原始的生物 你说Eukaryotes Pocaryotes 这一堆原生体 甚至乎这些 单细胞 亚维巴猿蟲 其实你就知道 尤其在微生物教 我们的研究比较多 我们知道 可能真的一个宇宙射线 令到他们的DNA 是改变的 的而且确就是 对于那些 比较简单的 单细胞生物 他们的DNA 是很不稳定的 所以经常是会 改变的 所以他们的演化可以很快 很多时候有些很失败的 演化走出来 但是你去到一个 相对复杂些的结构 去到有些植物的时候 那怎么由一个 无性繁殖階段 变成一个有性繁殖呢 而又不只是在植物有 连动物都会是这样 究竟在整个生物演化 里面出现了什么事 令到这种有性繁殖去发生呢 就是这样 我们知道它是有利于 基因资讯交换的 但是为什么要发生 我们还未知 所以其中一个 他问的方法 就是有人由植物各方面 入手 然后就是问一下 世界上第一朵花石 是怎样的 由这个开始 那他那个研究 其实都是不外乎 就是都是用到 化石和基因 两方面去入手 那就未是做到很仔细 但起码他已经找到一些特征 就是相信呢 就是更加早先的花朵 他对在颜色 花繁的数目 和下面那些叶 那些这样的形态 和那个数量 他有一个 就是大约都可以锁定到 一些数字在那里 那他这里就讲到很细致的 就是他们现在重构 就是一千四百 一亿四千万年前 就是这叶花是怎样的 我相信如果在这里说 就是说 地球出现第一叶花 就是一亿四千万年前 有没有 那么那个花本身 如果你从那个繁殖角度来说 它有五个 就是这个阴性的生殖器官 有十个男性的生殖器官 那些学名不要问我 这些我在中国读过 但我现在全都没有 就是那些熊女痴 那些 这个代表了什么呢 就是说 那时候 其实 花对是否应该说 是一叶花 可以自我繁殖 我真的完全不清楚 甚至是 为什么要这样 我也想不明白 今天我们就会说 花不能没有蜜蜂 不能没有那些全粉的昆虫 但很明显 那当世界上有第一朵花的时候 还没有蜂 是没有蜂蜂 那他 他怎么繁殖呢 那究竟这件事 为什么令到他的繁殖有利呢 我是想不通 那可能我也有风吹 但是效率真的差很远 你要证明到 他为什么会赢了 无性繁殖才行 我其实是自己非常多疑问 但是我非常欣赏他们这一种 这个研究本身就是 去问一个很简单 但是包含了非常多 很多生命资源道理 你不提我 我也想不起这个问题 譬如说 我们研究 一个蜜蜂的演化 它和其他蜜蜂的关系 这些在动物上 我们其实想很多 但如果是一个植物 特别是一叶花 那你说 你刚才不提 一亿四千万年前 还未有蜂 我完全不明白 为什么需要有叶花 对 他说得比较具体 其实当时花是伤性 有男性和阴性 即女性的 痴性和红性的 性器官宅于一身 但慢慢这个就消失了 消失的过程 其实他也没有交代清楚 因为我相信 现在他从事这个过程 也相当困难 他也是纯粹去问 哪一个特征 是比较有 比较早一点的时间 但他看到的trend 基本上就是一个花的结构 即植物的性器官 这个结构 是一路相对走向 比较 没有那么复杂 其实很有趣 我们经常会想 演化这些东西一定是更复杂 更加 无论质和量 都要向上递进 甚至乎整个complexity 複杂性都要递进 但他说反而花 这个东西 看到就是 首先 开始是比较复杂 但后来慢慢 做了一些简化 例如说他在说花反的属目 不需要那么多的反 另外刚才你说的就是 那种超红同体不再需要 但这个我们都不需要去深究 他这个具体的结论 是不是我们追查到整个问题 而是我们从这个研究 我们会看到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 在一个某一个地上层面 我们停了 其实是我们问的问题 不够想象力 我们只要把问题 在另一个角度 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东西 以及刺激了我们 很多新的研究 这个研究本身 我相信它会使得 我们会重新看看 就是整个地球生物的历史 如果进化论是对的话 在这些植物上 我们能否看到一些 比较特别的情况 跟我们的想象有比例 是的 甚至乎 我们会提到的 双性繁殖的起源 究竟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是的 我想不是那么简单 就是我们会找到很多 传统上我们想的 那些理论上 有些矛盾的地方 就是刚才所说 就是说你都没有昆虫 你没有一个有助于两性繁殖的机制 为什么又要有多花 但是你从昆虫这个问题 你还可以推远一点 就是现在我们看 其实每一个生态 都是一个系统 比如说我有花 是 但是这个系统在什么时候 建立出来的呢 它单丁有的时候 它为什么会做到 而且又如何受责于当时的 地理环境 气候等等 诸如此类 所以我们一看的时候 就差不多是 由一个 一点的触发 很多整个问题 整个文明出来 它现在只不过 就讲一部分 给你听 始终研究 还是一个新尝试的阶段 它正在问 尝试重组这个花 有什么特征 所以呢 在这个新闻里面 它也画了那朵花出来 因为呢 其实由DNA Sequencing 你已经大约知道 它是草花药是什么色 花反数量有多少 有一些 因为对于那个花 即是那些 基因图稿研究 我们已经大约知道 它在哪裏 就藏了什么的资讯 在那裏 所以它就有能力 尝试重新去 construct 究竟那朵花 大约是怎样的 但当然 不能去证 因为我们找不到化射 也没有人曾经拍过照 所以也不知道 有没有动物 曾经将它 咬到肚子那裏 那不可能 没有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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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没了之后 就烟熄云散 但是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情况 就是 在某些特定的自然环境之下 相对比较完整地保存了 例如那地方 原本是热带的 突然间很冷 一次过将整个环境冰封了 我们就看到这些 听说这些在北极那些 都有可能找到 随着地球暖化的过程 慢慢会在冰底上衍生 但是如果说是1亿4千万年前 尤其是南极洲的人都不在那里 是的 就是地壳转移 地壳转移了 是的 这些都要靠有些运气 如果要找sample 我想这样的 他现在找到sample之后 还有电脑模移 这些研究高度依赖电脑模移 以及数据分析 尤其是DNA这种数据 待会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 可以跟大家讲 再讲一讲 DNA 我最后看到一个新闻 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如何 人和香蕉的DNA 是有百分之五十相同 是的 这个很久了 都是五十百分之五十一条 都是一条 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我又不太惊讶 其实和香蕉的与香蕉的 都没有什么问题 有些我们看下的样子 如果再看暴雨女 甚至人缘 其实如果有DNA的淘导 你已经可以 相差其实很少 用一个非常之量化的方式 所以我会说五十百分之五十已经很不相似 五十百分之五十很不相似 所以大家不需要觉得 真的是一只招 你看下去 这个最新的花怼的所谓重现 譬如我们可不可以将这个 所谓的方法 可以用在其他的植物上 譬如一棵树 我们会和某个朋友问 世界上地球上第一棵树是怎样的 你树要去看看是什么树 我小时候只读桥木和灌木 我不知道第一个桥木是怎样 第一个灌木是怎样 但是意思的话 因为他纯粹说 你看到是一个物理上结构的粗和幼 这个就反而相对问题 我猜会是简单一些 你不是一种有独特功能的东西 怎样去冒出来 就是要花这一样东西 它就是一个原本由 基本上可能它是 如果你说我随便乱猜 如果要我猜就是说 不是说突然之间 在一大堆的绿色植物里 突然之间有一棵爆了一袋花 应该就不是这样的 而是应该就已经有很多 这些有花功能初形的一些东西 它是已经存在在那些原始的生物当中 不过它就最后的形态 未是发展到一朵花出来 突然之间又出现了便移 令到是有一棵这样 不同颜色的结构走出来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说 在那么多的生物里面 我们不会突然间我见到 这棵爆了一朵花出来 而是大家基本上都有同样的潜能 它会变化的 只不过这个抽中一掌 这个就会变成了一个花 最后就是变了一些东西 也不知道原来最后是那么有用的 因为再可能演化多一些生物物种的时候 原来那个物种又会帮你 是更加扩大你这个有花的优势 这些是后话 但我可不可以问一个很愚蠢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花是相成 那我们可不可以假设 其实所有的生物最原始的状态 都是透过一个自我繁殖的过程 首先出现 那如果说生物 就一定要有自我繁殖能力 你不要理它是多复杂多简单 我意思是说 其实它不需要找一个伴侣 好像现在我们 应该就不需要 应该真的自己繁殖 应该是一个逻辑的问题 它不会说 咦 我突然爆了一个突然间一个是阴性的出来 但是阳性都未出现 阴性可以继续繁殖 我们人类 尤其是暴雨类 这些 很难再在我们有生之年 去发展一些 回到无性繁殖的功能 你不要说 这些是透极科技的 可能十年 这个不是自然界 但是十年之内 会出现 突然之间 我自己可以领自己大头 这些我不知道 这些我觉得很依赖基因工程 但譬如你说 对于有些生物 其实我听过 就算是蟑螂 原来蟑螂还有这个潜民 是怎样的 你以为困住一大堆蟑螂工 会没事 它会变蟑螂 有些会变蟑螂 突然变蟑螂 然后继续繁殖 是有人做了这个实验 我知道 如果人是这样也挺有趣 也是 挺恐怖 在里面还是外面 OK 这个是开玩笑 但这个真的相当有趣 因为刚才你说过 原来生物的 动物的性 的本质 是可以改变的 它原本是红性 或者痴性 甚至乎有这些 你喜欢选择单性 雙性繁殖 都可以的 这些生物 它是真的有去演化上的优势 是的 即它不用靠人 是的 它可以自己忽然生气 我需要多样性 我也不用靠去求人 是的 我去求你 但是如果你单性繁殖 那便不用去经过这麽痛苦的过程 被拒絕,被什麼是什麼 其實還犧牲很多的其他東西 未必定是科學有關 但我又想問你另一個很行為的問題 這個兩性繁殖在進化上有什麼好處 我只數到一個 就是那個基因資訊交換 基因令你的變異可以發生 我們也說過遺傳病 近親繁殖的問題 通常有隱性基因 如果單靠自我繁殖 很容易就會出現一些有問題的後代 所以避免基因病 盡量令多樣性提高 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 能夠達到更多樣的話 兩性繁殖會給予這個優勢 但你可以問為何不是三性四性五性呢 為何要陰性呢 有生物是這樣的 這個我也不知道 是真的有生物是超過 因為我沒有特意去找 就算是植物都有些是四性的 可以是不只是男女的 你可以是男A男B女A女B 這樣互相搞來搞去 這個就很有趣 但你見他的目的都是為了繁殖 但至於要是三四五五六性 有沒有需要呢 我想只能講一個演化結果 是啊 所以人的繁殖過程 和動物界很不一樣 因為它是多過了一個 延續生命的一些功能 這個就是提外話 但如果說進化 我們也要解釋一件事 就是為何在進化過程 這個兩性繁殖或多性繁殖 它是給單性繁殖有一個優勢 而成為了一個 現在我們見到生物界的一個主流 是啊 我們今天很容易看到結果是有優勢 但這個結果是怎樣湧現出來 我覺得仍然是很大疑問 尤其是當初為何要無端端有這種事 你會發覺是很不… 以我們現在所知 去推論出來的一些學說 就有點不太合理 是啊 所以它整個進化論 亦都要有很多地方 很多空白要填補 很多問題要研究 而這個研究本身 亦都回應了裡面 一些比較難的位置 暫時還很初步 不過我趁這個機會 將這個新聞告訴大家 因為對花 其實我們兩個認識都是很少的 除了送花之外 基本上沒有什麼 是 我近年都少送了很多 嘩你這樣說 OK 我們第一次要結束 我們第二次再回來